我們先看到的是 台中慈濟醫院的欺負活動 台中慈濟醫院的醫護同仁 手捧蓮花燈前程祈禱 為尼泊爾受災的民眾祝福 這一次大地震 傷亡恐怕比想像中嚴重 醫護人員自願發薪捐出善款 大家很發心 因為尼泊爾地震災情很嚴重 然後大家覺得 可以給他們多一點幫助 檢驗科30位同仁捐出款項 由主任代為捐出 而醫院方面 醫療團隊也已經組成 隨時可以出發前往尼泊爾 我們現在有麻醉科醫師 甚至外商創傷 這些骨科的一些醫師 也都已經同時可以去支援了 人傷我痛 同體大悲 來自香港的定紅髮師 正好人在台灣 他說非常認同慈濟 願意將善款捐給慈濟 做國外震災 慈濟確實令我非常的讚嘆 第一時間趕赴這個苦難的現場 去援助 他們的苦難就是我們的苦難 他們離苦得樂了 那我們才有真正的幸福 啟發大家的慈悲心 為尼泊爾受災民眾 盡一份心力 大愛新聞 將來去郭忌宗 台中報導 有 那 有